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透过实境综艺模式爆红的网络频道 木耀四超玩 无论是点阅动辄破百万的一日系列 或是风格多变的木耀在干嘛 持续推陈初心的企划 总吸引大批网友订阅关注 不过节目的幕后推手 麦卡被网络电视总经理Eric透露 其实当初没预料到能这么夯 草创初期经得有限 自己卷起袖子下场支援 也是刚好而已 开始其实我们没有很 就是说我对节目制作不是很熟悉 内容也还没有成功 所以我们必须在很有限的预算下 很有限的成本里面去做这件事情 那公司大概可以做这件事情的可能只有我 对我们那时候做的时候其实算蛮拮据的啦 就是说摄影师摆祥自己一个人 就是制作人兼企划 然后呢我出去我可能就要当他的执行制作 好那其实我要兼制片 我就要去负责联络啊 去处理所有的事情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可能陪着Tiger Kid 记得我们三个四个人 我们就出去拍摄 我们就这样一直做一直做 做了很长的时间 慢慢的团队其他人才开始加入进来 老板有时候出去拍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 你现场你必须做一些 很快速很临时的决定 那我就可以做 比如说你要花钱你要干嘛 拍过这么多一日系列啊 只要很累很硬的一日系列 我都很喜欢啦 那我最喜欢的一日系列就是一日渔夫啦 台哥本身很容易晕船 他其实非常不喜欢上船 他只要一上去就开始会晕 那其实有的人就会有这个问题嘛 所以那一次他其实愿意克服自己晕船 去拍这个一日系列其实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出海应该出了可能七八个小时 你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也不是就说你有这个知识就可以 很重要就是你对这件事情还是有热情啦 那我觉得就是说 影视这个行业他们很棒的地方就说 他们在不断地创造作品 我觉得做一日啊给我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说 很多人告诉跟我们讲就是说 我们疗愈了他们 那其实疗愈人这件事情就是 我觉得就是一件很棒的事 从网媒起家在YouTube上引领风潮 但麦卡贝同时也计划反攻传统电视平台并申请频道 转向投资的动机为核也让外界相当好奇 我个人的话其实我比较相信直觉 比较不会相信我的理智 你说新媒体跟旧媒体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新的收视世代跟旧的收视世代的差异 对我们来说这个分界也没有那么重要啦 我觉得重要的是观众在哪里 然后观众要不要你 我们在做的过程你还是会探索很多的可能性 OK 如果说我们去上到有线电视 或者说上到MOD 那是不是我们有机会去增加一群新的收视的观众 可是呢 我们去申请的过程后来拿到了以后 我们开始去理解就是说 它里面到底在做什么 你需要投入什么 你需要做什么 然后你会得到什么 那中间的限制是什么 然后整个过程我们发现就是 我觉得台湾在NCC管辖下面 不管是MOD或者说有线电视 对这个游戏规则对创作者有太多的限制 如果说我花了这些钱去把这个频道做起来 那这些钱可能很多钱是不是我想要花的钱 因为它不会直接去创造出作品 所以可能另外一个选项就是 那我可能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我把钱留下来 我可以拿来继续做其他的创作 我们还会再去试一下别的平台 是不是我们可以做出品质更好的 然后那个整个制作费更高的作品 我们去试试看 然后我们也想看一下艺人的能耐是什么 不用不用不用 去参与这些奖的选拔 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在我的雷达范围 因为我个人对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很大的兴趣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说 让观众决定我们是谁 能考虑的那些更好 那要是谁 这是您好 那就再审认一下